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 过了35岁 公司想开掉你就难了 之后公司如果想开掉你就要花两倍的赔偿金 所以干脆先下手围墙跟你说拜拜 这个年纪再去找工作 你发现一线技术岗位都不要30多岁的中年人了 你的房贷 车贷 孩子的幼儿园学费怎么办 如果老天爷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你面前摆着这几个选项 新技术层出不穷 这时候你发现90后和95后没老婆没孩子 写起代码来不要命 于是你又被裁员了 不服气 你挑战的是自主创业 于是你关注了50个创业公众号 周末就去创业咖啡厅和投资人搭讪 虽然自己没能耐拉着投资 但成功吸引了某位创世人的注意 于是他当CEO 你做CTO 每天吃住在公司 搭个行军床随时加班睡觉 工资虽然只有3000 但你有20万股的低价期权 纳斯达克敲钟号每股20美元 一下就翻140倍 但是公司发展很顺利 千万融资一道账 光你又被踢走了 既然代码都编好了 就不留你占股份了 20万股我们一元一股回购 还想再试一次 你申请转管理杠 老板表示特别特别器重你 产品线没了你就不能赚 找个写代码纵出错的小李去做流程管理 但十年后 你的工资涨到新人两倍 小李已经成了产品经理 他给老板的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年轻人半小时改完的需求 这老家伙要改一整天 工资还比族里所有人都高 难道就没有通关的方法了 市值资本论给你指一条名路 不论是在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 不要只顾着埋头苦干 到了三十多岁 熟悉流程比动手操作更重要 懂得组队比一个人上更重要 什么都会一点 比金砖一下更重要 即便自己公司不想留 也会有友商愿意给你提供机会 说不定交资顺利通关